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 肖战,这次机会很难得,希望他可以更好地走下去。 冠军的位置非他莫属,肖战也会继续成长。 给你们的日常生活里像一抹惊艳灿烂的光。 1.冠军又是肖战,真的是太频繁了吧? 当然,这也不枉小飞侠们每天不断地打榜和刷数据。 可能他们为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偶像,也是自己心那一份不肯服输的心。 爱,这也不代表每一个谎义都是小飞侠们为了让肖战出名的举动。 他们也可能只是想让肖战知道,他们一直都陪在肖战的身后。 不会因为一些乱七八糟的言语而让他们离开他。 所以我们也希望肖战可以扛下这些东西,继续带着我们的梦走下去。 2.一起追逐吧,遥远的地方。 肖战也是一个非常正能量的孩子,相信很多长辈们也都听说肖战这。 个名字就是因为他做的那么多无私的公益。 他把这个世界对他的事情拿来报答这个世界。 他没有挣扎,没有抱怨。 可也没有放弃,反而把最初那份最干净最纯真的自己, 展现给了那些喷塌的黑子们。 他想要告诉他们他不会倒下的。 也请大家相信这样一个正直的偶像。 他没有那些世俗的烟火味。 也没有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没错。 他就是一瓶淡而无味的白开水, 却给我们带来了最惊艳的表现。 话虽然是这样说,可有的人还是不相信。 从他的一些演技方面和一些细节我们就可以看出他真的是一个很努力, 很懂事的大男孩。 他会从长辈们的话语里提出一些建议, 并且改变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来报答我们对他的喜欢。 当然,小飞侠也会一直陪着他, 他一起追逐去到那最遥远的地方。 3.继续加油,胜利在望。 在这片亮晶晶的人海里, 包裹着我们这些普通人的梦想。 信仰和对肖战的期待和渴望。 想变成和他一样的人。 却又想默默地陪着他, 说到底来我们也只是他的一个路人。 却把我们最诚挚的心交给了他。 肖战也不会让我们失望。 看看现在他过的是多么的闪亮。 他把我们这份喜欢用最好的方式回馈给了我们。 小编希望肖战可以继续努力, 那么这样, 你想要的胜利一定就在前方。